越南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与我国的文化和体貌特征都比较接近 在越南流传一句话 天堂太远 但中国很近 其中包含了相互矛盾的两个层面的意思 其一 中国是通向天堂的拦路虎 其二 中国本身就是天堂 对于这两点 越南人选择同样相信 且将二者巧妙地融合到了一起 在历史发展中 越南北部曾长期作为一些中原王朝的领土存在 并且越南人的长相形态与中国人颇具相似性 语言中的部分词汇亦与汉语相差无几 那么越南人与汉族是否属于同一人种呢 如果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首先恐怕必须澄清越南人这个概念究竟是指什么 越南虽叫中国面积小很多 然亦属于一个多民族国家 其境内共拥有55个经官方确认的民族 而人们常说的越南人 实际上多数情况下 细指越南的主体民族 京族 越南的京族现有约8100万人口 占越南总人口的86%左右 此外 越南还有 中国代一族 太族 王族 夏高棉族 苗族 农族和华族等民族群体 事实上在中国亦有京族 与越南的京族属于同一民族 中国京族的原始族名乃越族 1958年5月依据该民族的原住民意愿 并经国务院批准 正式定名为京族 寓意新系北京 京族是中国南方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 系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 京族人口为2.8万余人 其中 临近越南的东兴市京族人口达1.9万余人 成为中国京族唯一的聚居区域 关于越南的京族是否和汉族有血缘关系 可以肯定的是 越南现代的主体民族京族 是发源于古代中国南方的百岳族群 如果说得更精确一些 主要是来自洛岳和欧岳这两个百岳人的分支 这两只百岳人很多都成了今天的中国人 在公元前三世纪 洛岳和欧岳结成了一个类似部落联盟的组织 在史记里曾将其称为欧洛 公元前207年 欧洛成为了南征秦军建立的南岳国的一部分 而在公元前112年 汉武帝发兵十万灭亡了南岳国 越南北部也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之中 此后 大量中原汉人进入南岳地区 南岳地区的各个百岳部落 都与中原汉人有了大量混血 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汉化 可以说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 那么到现代 恐怕也不会有一个单独的越南民族了 洛岳和欧岳的后代 恐怕也都会是汉族的一部分 但洛岳和欧岳所处地区离中原最远 因此汉化程度一直也是最低的 而在公元907年 唐朝灭亡 中原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 从公元917年开始 包括越南北部在内的南方地区 都处在了割据政权南汉的统治之下 而且南汉政权在建立时 国号是大约一年之后才改成了汉 公元937年 此时本身已经类似南汉翻阵状态的交址地区 发生兵变 原本不太听南汉号令的交州节度使 杨廷义被其属将角攻陷杀死 但很快 杨廷义的另外一个属将 吴泉有发兵攻打角攻陷 角攻陷立即向南汉朝廷请求救援 南汉朝廷派皇子刘洪超领兵进攻吴泉 却被吴泉击败 刘洪超和角攻陷都被吴泉杀了 吴泉在交纸自立称王 越南北部彼此逐渐脱离了中原王朝的控制 而此后 越南和中原的交流相对就减少了很多 洛越和欧越的后代 虽然在此时本身已经带有一定的汉族血统 但在此后一千多年里 主要是彼此相互混血 逐渐形成了越南的主体民族 京族 而且后来随着越南领土向南扩展 京族的聚居地也不断向今天的越南南方扩大 在此期间 他们又和南方的战城和吴歌等地吐住混血 和汉族的差异越拉越大 所以 越南的主体民族京族 在早期融入过大量汉族血统 因此 从血统上讲 和汉族 特别是南方汉族血缘关系比较大 目前到现在 已经独立发展了一千多年 因为长期隔绝 所以 已经是一个和汉族有着不同的民族 而且这种不同在语言方面也有体现 京族语的语系归属目前仍然有一定争议 有些观点认为 它也是汉藏语系中的一种语言 但即使是汉藏语系 它也不属于汉语族 而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 京族语属于南亚语系 所以 很有可能在起源时 就和汉语是不同的 但如果从越南人这个角度来说 越南人里倒是确实有汉族 而且人数还不少 刚才已经说到 越南有54个得到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 其中就包括华族 华族目前是越南第八大民族 在2009年时 大约有82万人 而越南的华族 就是不同历史时期 移民到越南地区的华人 也可以说 基本上都是汉人的后代了 早期移居越南的汉人 基本上在后来都与洛越和欧越人相互同化了 也就是现代越南人中 那些汉族血统的来源 但他们也促使洛越人和欧越人 采纳了汉式姓氏 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了现代 后来越南自立之后 还接收过大量来到越南的汉人 但却要求一旦进入越南境内 就不能再回到中原 而且必须与当地人同化 所以在明朝之前 进入越南的汉人 基本都被同化进了京族之中 公元1679年 清朝将南明势力完全平定之后 有大约3000名南明移民 在几名总兵的带领下来到越南寻求庇护 并得到接纳 后来这些人在越南发展成了一个被称为明乡人的族群 在越南软潮 明乡人是不得与后来的华人族群混合的 在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之后 法国人本想把明乡人当成普通越南人进行管理 但多数明乡人却选择了和后来的华人移民同样的身份 在越南重新成为了华侨 目前明乡人大约有七八万人 在越南华人中占10%左右 而其他多数越南华族都是清朝和民国不同时期 移居越南的华人后代了 特别是在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之后 因为法国人非常欢迎主要从事工商业的华人移民 所以这一时期的越南华人人数大幅增加 而到了1920年代之后 由于中国长期军阀混战 所以华人移民到越南又迎来了一个高峰 但从1950年开始 无论是南越还是北越 都出台了一系列强制同化华族的政策 特别是越南统一之后 到1980年代中期 还出现过排华浪潮 导致华族在越南受到了很大冲击 许多人返回祖国或者移民到其他国家 其人数也从最高峰时的120万人减少到了现在的80多万人 现在的华族主要居住在越南南部 在工商业领域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而除了华族之外 越南官方认定的民族里 还有两个跟华人有关的民族 分别是爱族和山游族 爱族是一些在越南的客家人结合奢族和虚家人等族群融合形成的一个民族 越南古称焦州 焦旨 安南等 越南被中国统治时期译称北蜀时期 历史上 越南共有三段北蜀时期 直到五代十国时期才实现独立 越南第一次北蜀时期 在公元前207或111年到公元39年 对时间的争议主要在于 怎样看待赵朝也就是南越国的地位 公元前214年 秦朝设置位于广西省的桂林郡 广东省的南海郡 以及越南北部的项郡 秦朝末年 南海郡位赵驼 趁秦朝战乱 刺激吞并桂林郡 项郡 自立为王 成立南越国 如果此时将越南算入中国的藩属国 那么越南第一次北蜀时期 就是于公元前207年 公元前112年的夏天 汉武帝刘彻出兵 十万大军征战南越 公元前111年 西汉攻灭南越国后 改南越为交州 并且在公元一年将交州 归由汉朝直接统治 意图将其同化 直到公元40年 征氏姐妹领导越南人起义 越南第一次北蜀时期才结束 越南第二次北蜀时期 从公元43年到公元544年 在公元40年 征氏姐妹带领群众反汉后 汉福波将军马园率兵围剿 交州重归汉朝管辖 史称马园平定二征起义 这也标志着第二次北蜀时期开始 马园评判交州后 在当地推行新力 修制城墙 不但获得了交州百姓的尊敬 更使交州的蛮夷之风获得改善 直到公元541年 交州爆发了里奔之乱 公元544年 里奔自称南越帝 建立万春国政权 年号天德 越南史学上也称其为前礼朝 越南第三次北蜀时期 从公元603年到公元939年 这一时期也被叫做蜀隋唐时期 越南在这一时期内实现了独立并且建国 公元589年 隋朝统一了中国 但越帝仍然有越南北部分裂势力领袖 李佛子的势力 公元602年 隋门帝派遣刘方平定李佛子的势力后 将越南地区置于隋朝的统治之下 公元621年 唐朝取代隋朝 接管越帝 并在越帝设置交州总管府 但交州因地势偏远 总是得不到良官善利的管制 贪污腐负败之风盛行 在归属唐朝时期多次发生民变 待中国踏入唐末五代时 越人也逐渐获得了自主的权力 直到公元939年 吴权在白藤江打败南汉 建立新政权 第三次北属时期才到此结束 此为越南的朝代之一 史称吴朝 从公元前207或111年 到公元939年 中国统治了越南一千余年 但越南仍旧实现了独立 为何不能同化越南呢 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 越南没有大量汉人的移民 越南在中国古代被划分为岭南地区 如今的岭南包括海南、广西、广东三省 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但在古代岭南却代表着蛮荒之地 是朝廷流放罪犯的博尔之选 苏氏就曾被流放至此 当年 与越南象郡一起被纳入秦朝版图的 还有广东南海郡 以及广西桂林郡 统治者为加强对南海郡和桂林郡的管制 广派军队驻扎 汉人在这里繁衍生息 两郡终被汉文化所融合 但象郡因条件过于刻苦 缺少军队的驻扎和汉人的移民 越南人占据人口优势 中国很难将其同化 第二 缺少良官管制 在唐朝以前 统治者对越南十分重视 虽然汉人移民到越南的很少 但统治者会将一些治理有方的官员 委派到越南任职 并且 越南可以依据自己的习俗颁发 与中原地区出入不大的条例 直到唐期 到越南任职的官员素质越来越低 欺辱压榨百姓呈盛行之时 越南人民时常造反 到唐后期 尤其是五代时期 翻阵割据 朝廷自顾不暇 对越南的管控越来越弱 在越南任职的汉人 以及官员被大肆屠杀 越南也趁机实现了独立 中国在此地一千余年的统治 到此结束 第三 越南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低 经济无论是对地区还是国家 都是生存发展的基础 红河三角洲 是越南北部最大的三角洲 包括越南九省两市 更是越南的主要经济区域 红河三角洲 自汉代期就发挥着巨大作用 也正因越南 有着南海海洋经济的发展 对中国的依存度太低 所以中国才迟迟不能将其同化 此外 越南远离中原 也是中国未能将其同化的原因之一 中国虽然一直未能实现 对越南的同化 但中国对越南千余年的统治 却对越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越南著名史学家陈仲金说过 越南人如染中国文明的程度 已经深到将部分中国文明发展成了自己的国粹 儒教 道教 佛教三教 在中国兴盛的时候 越南还受统治于中国 所以大部分越南人也同中国人一样 信奉了这些宗教 五代以后 越南取得了独立 建国后的越南 不但没有从这些宗教中脱离 反而这些宗教的兴盛更甚从前 除了宗教信仰以外 越南的风俗习惯和政治法律 也深受中国影响 一方面 这些风俗和政治 是由宗教信仰改化而来 另一方面 则是中国对越南千余年的统治 让越南的风俗和政治 绝大部分效法中国 当今世界 已经不再是武力定胜负 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题 经济全球化是必然趋势 中国虽然在不断崛起 但一直将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外交宗旨 中国与越南之间 早已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